天气变暖想出门动一动 却疲倦想睡提不起精神吗 在中医的观点来看 这可能是春困症找上门了 尤其在天气变化的清明前后 容易因为血液往皮肤表层跑 产生短暂的生理疲劳 中医师特别教了几招 要帮助大家来克服春困症 这阵子疲倦睡不饱 昏昏欲睡没精神吗 小心可能是春困症缠上身 天气慢慢转热 我们表皮的危险往会扩张 所以局部的血液循环 都会比较集中在比较表皮的位置 那攻击大脑的血液 就大部分就是血流量 就会相对的比较减少 那第二部分就是因为到了春天之后 我们的白周时间拉长 晚上时间缩短 所以人类睡眠的时间 相对也比较短一些些 这样就会容易造成 我们比较容易有困倦的情形产生 这样子 就是真的会觉得 提不起精很累 怎么睡都睡不饱 甚至有些人很容易会拉肚子 肠胃功能比较差的病人 可能还会伴随一些肠胃道的 一些腹泻啊 等等的状况 春天天气回暖 许多民众开始穿起短袖 转变天气形态 大地花草 惺惺向荣 但身体好像提不起劲 尤其冬天养护不足 或是情绪压力大 肠胃功能差的人 更容易因为季节改变 在清明前后产生纯困的身体变化 太酸的东西 我们不太建议吃到太多 那反而这时候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健脾补气的食材啦 包含像是可能像是 艺人啊 或是像山药啊 南瓜啊 这些食材都不错 甚至一些比较春天 比较可以帮助 氧气生发的 丧令的食材 像是菠菜啊 香春啊 包含如果本来 就是情绪压力 比较大的病人 其实我们可以蛮推荐 可以使用一些玫瑰花 或是茉莉花茶 其实也是不错 因为玫瑰花 在茉莉花跟茉莉花 在中央的角度 都是有一些 树干解育的作用 那薄荷 它就是有点 心凉的腥味 所以它其实 也可以提升心啊 用玫瑰花泡茶 或煮粥 放松紧绷情绪 脾气的人 可以泡杯 健脾的茶饮 而这时候 也最适合喝四神汤 来去湿气 抗疲劳 喝喝酒品 清淡饮食 说春困 它不是一种疾病啦 春困它其实是 我们人体在 经由这个季节的变化 会产生一个 暂时性的 一个生理的 不适的状况 春天的时候 蛮建议就是 真的要早睡早起 这样精神才会比较好 然后到了白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穿着一些 比较宽松的衣物 然后缓缓的去做一些 比较缓和的运动 那运动我们其实 还蛮推荐 可以这样打打太极 或是去踏踏青 去晒晒太阳 接接洋气的部分 上半万一提不起劲 暗暗头顶的百会穴 手上的颗骨穴 都能舒缓 春困症状 也因为日照时间变长 终于是建议 春天更需要早睡早起 做适当运动 来提高睡眠品质